HELLO 大家好 我是本週VOGUE GO小白 我今天要來幫大家實測6款新上市的遮瑕膏 今天由我來開箱這個遮瑕膏真的是太適合 因為我就是黑眼圈的始祖啊 反正只要反舉任何美妝有關於遮瑕啦 或是底妝那種都一定會來找我 那就讓我們開始吧 這支是我自己私底下也非常愛用的一款 因為它的裡面是有添加冬蟲夏草的精華 所以用起來非常的保濕 我覺得它的筆刷非常的滑順 而且它是做這種斜角的切面 然後我習慣是用手指來暈開 因為手指它自己有自己的溫度 就可以讓遮瑕更容易肌膚 我覺得它這一支用起來非常的保濕 然後重點是它不會卡粉 就是產生很多小細紋 然後一整天下來的持妝度也非常的好 我覺得這一支它比較厚一點 所以我覺得它可以適用於全臉 然後它筆刷也比較寬一點 像是底液泛紅醋啦 或者是痘疤我覺得它都還蠻適合的 所以我覺得它的筆刷還蠻有彈性 我覺得它比較厚一點 所以我建議大家會多拍幾下 讓它融合於肌膚 它還有一個很特別的顏色 是這個00色 它可以打亮在全部的地方 也可以做一點點提亮的效果 這一支我覺得它用起來比較淋粉感 然後也比較偏自然一點 然後重點是它有非常多的色號 我覺得這一支遮瑕算是拿來補妝的時候 非常的方便 我覺得這一支它比較薄透一點 我覺得對於黑眼圈的遮瑕需要再多清一點 我覺得它的沾點的份量會比較少一點 我覺得對於新手來說很適合 因為你就不會一次下手太重 選一支比較橘一點的顏色 先把黑眼圈的色素給去掉 我現在下面比較橘一點 那我會再選一支比較亮一點的顏色 再幫它做提亮 而且它比較有一點 膏狀 比較不像之前我們試的幾支 都是比較液體的感覺 我覺得這一支比上一代還要好用 因為我覺得它日次做的比較 遮瑕度會好一點 然後重點它塗上之後呢 會有一種很自然的光澤感 就像你 天生的好肌膚一樣 所以像是痘痘啦 黑眼圈這種疑難雜症的 都可以把它遮瑕掉 我覺得它比較薄透一點 所以你們一定要在 遮瑕之前上一點 蛤蜊霜啊 或者是潤色乳 它會比較好遮瑕 我覺得它是比較針對那種 類勾型 它可以做到提亮的效果 但因為你們看它其實擦起來真的 比較薄透一點 所以像我這種重度黑眼圈的人 就需要比較多層 這一支試完之後 我覺得它的遮瑕地對我來說不夠 但我非常推薦它拿來遮痘痘 因為它的這種刷頭呢 非常好在痘痘上面做效果 它裡面還有一些保養的成分 所以在遮瑕的同時又能保養 它有兩種刷頭 一種是這種 很像美妝蛋的 另外一邊裡面 就是塗抹的這種刷頭 就是它慢慢融合於肌膚 都在用這個海綿的這一邊 把它輕一點開來 我覺得它比較有一點 霧面質感的那種遮瑕 這支我覺得它的延展性非常好 那另外我很喜歡它的刷頭 是有兩種 所以我覺得帶出門補妝也是非常的方便 它裡面含有特殊的 3D極光影子 所以它是有點用提亮的效果來幫你 改善黑眼圈 然後我覺得這一支呢 也非常適合拿來修飾一些 肌膚的小問題 像是法令紋啊 或是嘴角的暗沉都還不錯 我覺得它比較薄透一點 然後比較適合拿來做提亮 因為像我是比較 黑眼圈比較嚴重的人 我覺得它 遮瑕的效果就會 沒那麼明顯 所以我覺得可能還是要多上幾層 而且它不厚重 所以 看起來是非常自然的感覺 我覺得這一支它比較像是用光來打亮你的暗沉 比較不是那種 很想要強力蓋住你的 瑕疵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喜歡 比較薄透妝感的人 這一支遮瑕筆是非常適合的 怎麼讓遮瑕膏更服貼均勻的方式 除了用持負按壓之外 我也很推薦用氣墊粉餅的粉撲來 輕拍按壓 讓遮瑕更服貼於肌膚 很多人也有一個問題就是 到底要先上遮瑕呢 還是先上粉底 那我自己是習慣用部位來區分 像是黑眼圈這種地方 我就會覺得 先遮瑕後 我上的粉底量就可以比較少 那像是法令紋的提亮啊 斑點或是痘疤 我覺得在粉底液之後上就可以 因為量不需要這麼多 惹會 痊疑 痊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